有迹象表明 太阳系内可能有一个迷你黑洞 体积非常小 在已知的宇宙中 黑洞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天体 任何进入其世间世界的物质 都会被它们无情地吞噬 连光也不例外 对于这种可怕的天体 我们当然不希望离它们太近 那么问题就来了 宇宙中距离我们最近的黑洞 有多远呢 对于这个问题 天文学家给出了一个 令人吃惊的猜测 或许黑洞离我们并不遥远 因为有迹象表明 太阳系内可能有一个迷你黑洞 之所以将它称为迷你黑洞 则是因为它的体积非常小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 太阳系中除了八大行星之外 还存在着许多 有岩石或冰构成的小天体 在海王星公转轨道的外侧 大量的小天体组成了著名的科伊伯代 由于这些小天体质量很小 因此它们运行轨道很容易受到附近天体的引力干扰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 天文学家在科伊伯代陆续发现了一些运行轨道 很奇怪的小天体 具体表现为它们都在沿着一个偏心率极高的椭圆轨道 围绕着太阳公转 其轨道平面与黄道面还有一个夹角 而从它们的今日点来看 它们明显受到了一个强引力源的作用 天文学家据此推测 这个迹象表明在距离太阳更远的位置上 还存在着一个大质量的未知天体 它也像八大行星一样围绕着太阳公转 其质量约为地球的5到20倍 运行轨道与太阳的距离在200到800天文单位之间 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未知天体应该是一颗大行星 也就是传说中的第九行星 天文学家推测 如果第九行星真的存在 那么它的起源就只有两种方式 一 它形成于太阳系 二 它原本是一颗不属于任何恒星系的流浪行星 在偶然路过太阳系时 不小心被太阳的引力捕获 在经过反复的推演之后 天文学家认为第一种方式的可能性很低 这是因为第九行星距离太阳很远 在这个位置上 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能够形成质量如此大的天体 而假如说 第九行星最初形成于太阳系的内侧 然后再迁徙到现在的位置上 太阳系的其他天体的运行轨道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因此可以说 如果第九行星真的存在 那么它很可能就是由太阳的引力 捕获到的一颗流浪行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天文学界就开始致力于寻找第九行星 但遗憾的是 人们始终没有发现这颗假想中的行星 于是就有天文学家提出猜测 既然太阳的引力可以捕获流浪行星 那么在同样的机制下 太阳的引力也可以捕获其他类型的流浪天体 比如说一个流浪黑洞 需要说明的是 小质量的黑洞是可以存在的 从理论上来讲 在宇宙诞生之初 如果某个区域的物质密度足够大 就有可能导致物质因引力坍塌 而直接形成黑洞 这种黑洞也被称为原初黑洞 其初始质量 最小可以是10的-8次密千克 最大可达太阳质量的数千倍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天文学家 是伊利诺斯大学詹姆斯·安温 和杜伦大学的雅各布·舒尔茨 他们认为 引发科伊伯代的小天体运行轨道 出现异常的未知天体 正是一个原初黑洞 在很久很久以前 它被太阳的引力捕获 随后就一直围绕着太阳公转 根据他们的估算 这个黑洞的体积非常小 其半径在5厘米之内 不得不说 虽然这种猜测有点异想天开 但这确实可以理解 科伊伯代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毕竟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太阳系内真的存在着 这样一个迷你黑洞 那它对地球会有什么影响呢 要知道 黑洞是凭借着自己的引力 来吞噬周围的物质的 由于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因此对于一个半径 小于5厘米的黑洞来讲 只要距离稍微远一点 它就没有了威胁 实际上 就算是这个迷你黑洞真的存在 它也是沿着一个稳定的轨道在运行 由于它与地球的距离 达到数百天文单位 因此 我们根本就无需为此担心